大家好 我是小林 鎖定小林才见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幻影消息 这两天那个国宴的图 那个中间做了个大厦盘 像那个楼盘的那种模型 做了个大风景超大的一个桌子 有篮球场这么大吧 自起码看上去 足球场不知道有没有足球场那么大 篮球场那么大 我在上面吃饭 把大家刺激到了 说好的过几日子呢 怎么就变成我们在过几日子 你这么就没过几日子 就把大家刺激到了 其实冬奥会 没少花钱 那不止这一顿饭 冬奥会花的钱付出的代价 那真是吓死个人 表面上看上去的 那就是什么运动场馆 人工学啊 很多很多 是吧 高速公路啊 这些以后的使用率都非常低 这些东西 这些已经是明面上看到的东西 还有各种来宾 是吧 听说好几个斯坦国 来了每年一个亿 美元好像还是 那这些都没算 普京来溜达了一圈 又签了一点协议 然后捞了点钱 然后人家都 都懒得吃饭 赶紧回去 这反正人家普京呢 大地也没少吃好吃的 俄罗斯呢 那以前的基础还是有的 还有那个 其实这一波疫情 这一波疫情 其实很大程度 也跟冬奥会有关 之前我已经这样说了 这一波冬奥会输入的 尤其最近刚好奥米克戎 在广泛传播 刚好很多的搞冬奥会的 很多是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就凑巧 上阵子他们就在大爆发 那很多运动员是 哪怕明知道 不要说有没有检测了 华人回个国 那都要什么四个阴线 六个阴线 不知道各种玩意儿 那他们这些运动员 很多明知道阳线 也要让他进来 所以在 全国到处都有 当时杭州 天津 西安 香港 你看香港现在爆上这样 其实很多经香港 因为最近大陆的飞机少嘛 其实就这一波疫情 你想想很大程度跟这个冬奥会 也有关系 如果你像每个海外 华人回国这样 各个都是隔离28天 都做N次核酸 能够溢出的疫情是不多的 所以这一波冬奥会 你想想就这一波疫情付出的代价 究竟有多大的 那这些都算到 可以算到 在冬奥会上面 至于这冬奥会 究竟带来了 怎样的收益 这值不值得 那就是大家 就为什么觉得 纷纷不平 大家就是没想懂 究竟这冬奥会 值不值得 全国付出 如此大的代价 去搞这冬奥会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不值得 但是估计很多人觉得不值得 所以纷纷不平 今天我们除了也是 带一带这个话题以外 说一下基本的经济现象 就这一波疫情 现在全国就没再搞经济 说真的 现在这经济真的是太差太差了 今天收了一大波 就是几家商超股 商超股的那个业绩 大家可以看 大家一起看看 灰的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超市就是超市股 我经常选一些大家都比较简单易懂的一些行业 大家都看得到商超超市为什么都亏钱 超市就已经是基础了 也就是你想想去超市的钱都没了 去超市都要结一缩死 你不要说买买个衣服 哎呦你看冬天等 多多穿个衣服 那已经不是这些 已经不是说什么发展性消费 享受性消费 那都是刚需 超市都要节省的是 去超市都要节省 看着买个东西全部都要特价才买 那已经够呛 那真是够呛 商超股的亏损 背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崩塌 我们先看看数据 第一个 永辉超市 这是很有名的了 全国最大的数一数二的超市品牌 预计2021年净亏损多少 39.3亿 40个亿 永辉超市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2021年大概亏39.3亿 与去年同期减少57.2亿 去年还盈利 这测算 他是直接给了一个数据 估计这公司测算还是比较准确 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 但是亏得一塌糊涂 对于亏损的原因 永辉超市表示 第一个面对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 市场竞争激烈 外部环境变化 就是他主要点出一个疫情防控常态化 三天两头动不动关门 三天两头动不动封城 那我怎么做 采取掉结构降库存保市场的策略 公司总体收入同比下降3.8% 毛利同比下降2.4% 围绕以生鲜为基础 就为了就是适应疫情嘛 就是做了数字化改造 因为你不会以为就就 有疫情就就派单 就外卖没有那么简单 为了适应这个外卖 很多东西要投资 就一个小餐饮 你要不要投资一个最起码 买个手机放在这里嘛 一直负责接单 专门有一个手机 都要投资 很多东西要投资 没有那么简单 一个大集团后面的仓储 方方面面你看 他为了就适应这疫情常态化 投了6.7个亿进去 就打造这个数字化 线上零售 但是呢也是亏损啊 就线上这一块还是亏 亏8.4个亿 其实线上这一块真没那么好做 你想想很多东西 要人员配套 仓储 要分钱好 所以里面这线上实质上还亏了 还亏了 因为他本来的场地他还是要租嘛 他不可能把它关掉 然后我疫情就先先坐线上 这场地还是要摆在那 所以这都亏了一塌糊涂 然后他自己持有一点金融资产 这这一部分也亏了 他没说什么金融资产 整个市场都不好嘛 他有一些投资这些也亏钱 还有一个新注令准则 很多会计啊 这些都是要亏 现在各方面都捉得越来越紧 所以反映很多问题 我们再看一家 这个深圳本地很有名的一个超市 2021年业绩预告亏 8.8亿到8.3亿 也是拘亏 亏几个亿 业绩变动的原因 2021年年度业绩出现亏损 主要原因 经营性收益不达预期 就经营性就普通业绩嘛 受众多线上平台公司 推出社区团购业务冲击 线下实体门店竞争加剧 门店客流销售毛利持续下降 受疫情防控需要 部分区域门店一度出现停业的现象 对销售影响较为严重 弊店增加亏损 就是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变化 对部分销售持续下滑 且扭亏无望的门店实施关闭 增加一次性损失 就把它关掉要一次性损失 政策性影响亏损 有很多新的政策出来又引起亏损 这人人乐 还有一个我们再看 中百集团在武汉的 预计亏3200万 就2021年到2300万 同比减少153%到174% 大幅亏损减少 扣除经营性地 非经营性地院之后 进地院亏1.1个亿到7900万 同比减少261%到325% 那都是吓人 2021年虽然努力拓展线上销售 提升综合毛利率 加强费用的管控 但因为渠道分流 疫情影响 实体门店来客速减少 都是提到疫情 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额 同比有所下降 另外政策性补贴同比减少 今年没有很多补贴没有了 可能是这个意思 去年还有减 2020年的时候还有减社保 2021年就没有减了 而且社保还是增加很多 就这一块 都不知道多少人要亏 亏得一塌糊涂 然后新租令准则 这好几个超市都提到 就不知道啥意思 新租令准则都是样子 出来一个政策 大家都亏了 不知道啥政策 最近这些东西都特成熟窮 新租令政策 不知道啥玩意 再看一个华联中超 2021年 业绩亏损逐个看 预计收入同比减少百分之十二 超市 超市一般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超市减少百分之十二 因为它已经是很刚需的东西了 你想你每个月买菜 你要在里面减少百分之十 这很难 因为你每天基本上 你吃的就是这种基础的东西 你本来也不会乱花钱 一般人也不是特别有钱 你说再压缩百分之十 那不是那么简单 基本上你就要牺牲自己 比如你少吃水果 少吃点一些可以削减的东西 那都够呛 中国人不知道穷成什么样子 所以真的是没钱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96 负2.96亿元 亏三个亿 亏三个亿 主营业务影响 由于零售行业竞争激烈 以及其他渠道分流原因 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业绩变动变动原因 由于非流动资产处置的损医 政府补助 其他营业外收支等合计 这公司怎么嫌乱七八糟 就是这些 就选了几家公司 就里面都提到疫情 疫情的影响 疫情影响不单止影响门店开业 也影响现在客户没钱 没钱影响还是蛮大 现在你一下子 而且疫情来了 很多门店 他也要涨价 一涨价 他其实他涨价 你说是不是超市多收了钱 其实也不是 超市本来成本就高了 或者说他有很多东西 他出入货就很难 所以一下子 你说他贵也是不贵行吗 他也不可能 整个国民经济很差 太差了 现在真的没法弄 整个中国已经是衰竭了 你想想超市 那你说你现在少人去买 买手表 买手势 买金钱 买钻石 那就算了 对吧 那玩意就额外了 对吧 你去超市 都没钱了 那怎么搞 我不知道怎么搞 我不知道怎么搞 所以现在 我不知道怎么看 所以大家就刺激 现在大家过得苦 真的是过紧日子 所以大家就刺激很大 先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点分享 拜拜